大家好,我是Lin 我的主业有一个合集叫做人物 这个专辑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们 之前坐牢五级张大千就搁置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继续做下去 所以今天我想顺着敦煌的这条线再跟大家继续聊一下 今天我想说的是常书宏 常书宏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 因而被大家所熟制为敦煌保护省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常书宏的另外一面 作为画家的这一面 被敦煌的盛名所演 而让大家忽略了他在绘画艺术方面的贡献与才华 常书宏是浙江杭州人 很小的时候就对画画感兴趣 1927年他在好友父亲的资助下 到达了他心中的艺术天堂巴黎 先后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 在法国的十年绘画学习和创作中 他的作品多次获奖 成绩卓著 1932年常书宏从国立立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毕业 他创作的油画《季夫人像》 获得了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 这张画是他早期肖像画的代表作 灰色背景的衬托下 画中人黑色衣服的轮廓如剪影般简约明晰 突出了人物优雅的姿态和雕塑般的脸庞 此后常书宏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 1934年常书宏创作了画家家庭 这是一幅描绘常书宏自己家庭的画作 他用讲究的色调及细微的表现手法 真切地描绘了静谧祥和的家庭气氛 画中突出了穿着中式服装的妻子的东方妇女形象 也表现了他自己当时在法国学习生活 惆怅满志的神态 此画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了银牌奖 如今也成为常书宏留法时期的珍贵代表作 法国留学期间是常书宏艺术生涯的第一阶段 这个时期他深受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和专业训练 作品注重结构、光线、色彩 以人体艺术为代表 也涉及风景、静物等 其中有以人体艺术为精 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 李昂1933年春季沙龙展获宁智奖 1934年在李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 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精致奖章 被法国国家收藏 1935年的一天 常书宏从吴竹宫出来 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餐上 看到了薄熙和1907年在墨高枯拍摄的东方图路 这场意外的邂逅颠覆了常书宏之前 对西方艺术彻头彻尾的崇拜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启动 开启了常书宏跌宕起哭的一声 也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第二阶段